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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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久以来我们无法在选票上面突破去制衡他 可是或许我们还有一个另外有力的武器 那武器就是公民投票 不只在全国性的层次如此 在地方上的层次如此 也是如此 如果在大浦案发生之前 在张药房被拆之前 在张大哥自杀身亡之前 我们也可以有个公投案 那公投案就是苗栗县的人民 大家共同来公投决定 我们苗栗县的整个城市的规划 这样算的发展 台中也一样 共同公投来决定 这样发展的模式 我们到底云不允许 赞不赞成 也许这些悲剧可以不用发生 那后来讲到全国性的公投案 为什么岛国前进选择在 三月四月结束以后 结束以后呢 然后来推动这样的公投案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原因就在于说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协议而已 如果你从2005年开始 2005年曾经有一个国民党荣誉主席 跑去中国 那个人是谁 是谁 连战嘛 他儿子现在要选台北市长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 连战在2005年 跑去中国破冰 那时候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印象深刻 非常深刻 连战跑去 跟胡锦涛进行的会谈 要连胡会 连胡会的会谈最后 取得了一个共识跟焦点 那个共识叫做说 未来的国共之间的发展 两岸之间的发展 应该依照一个次序来进行 那个次序 就是两岸必须先经后政 在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架构底下 先经后政 最终完成和平的统一 就是在联合胡会里面 在谈到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2005年这样谈 后来2008年 马总统 马英九 总统上台了以后 我们看到这几年下来 的确事情就是如此的发展 2008年 开始提出ECFA 2010年签订ECFA 福茂协议 货茂协议 投保协议 这些协议在ECFA的架构底下谈判 现在经济的谈判 差不多完成了 福茂已经签订了 货茂快要谈完了 接下来你看到的事情 就是政治的谈判 因为本来经济值就是先经后政 开始进行政治的谈判 政治的谈判 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叫什么 叫做王张慧 张是谁 王张会的张是谁 张慧君 对 大家应该就 怎么声音那么小了 就是说 有个人叫张慧君 国台办主任 最近才刚来过 后来就走了 国台办主任张慧君 跟陆委会的主委王玉琪 从今年的2月开始 王玉琪飞到中国去 跟张慧君 展开了中国跟台湾 60年以来 首次的首长的 这个政府首长之间的会面 开始去进行相关的政治的谈判 他们在这一次里面谈了相关的议题 其实就包括最主要要互设办事处的问题 互设办事处当然是一个涉及主权 涉及这个政治的重要的谈判 就我们要去互设办事处 一般来说两个国家之间设立的东西叫领事馆 领事馆有它相关的权限 那现在我们跟中国要互设办事处 到底是在一个两个国家之间去设立办事处呢 还是像中国设在香港的那个办事处 叫中联办一样 是一个中央的政府的机关 设在地方的办事处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的问题 全世界都在看 到底台湾跟中国 目前的关系如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你看到说其实王章会 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两次下来的共识 基本上他们谈的还是一样 要去设立办事处 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底下 来去设立这样的相关办事处 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问题 但忧虑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此 不止于此 其实要进一步的 他们在谈到说 其实每次在王章会的时候 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在于说每次他们都问说 王章会里面 你们也没有谈到马锡会 马是谁 习是谁 习近平就是现在中国国家主席 马锡会 每次大家都很关注 为什么大家那么关注 马锡会这个议题 马锡会的意思就是说 马英九他现在呢 非常希望能够去跟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面 习近平也想跟他会面 这两个人会面到底要干嘛 马英九想的当然是一个 历史定位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要跟他会面 完成了 当然马英九会宣称说 会面完了之后 就他所述的 他们完成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就说两岸呢 都是一个中国 这都是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呢 是一个中国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表述他说 他们才是一个中国 马英九就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完成这个所谓 一个中国的这个公式的稳定 习近平想的当然不是这样 习近平想的就是说 我跟你见面之后 我要把台湾框线起来 变成就是一个中国的架构 那个一个中国当然不可能是你中华民国 当然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两个人在想会谈这件事情 其实在谈这个事情 这个会谈本身的背后 当然它牵涉到 去稳固这样的架构 他们所设想这种统一的架构 有个重要的东西 叫两岸和平协议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这个名词你一定不是第一次听到 最早抛出来 马政府最早抛出来的时间点 是在2011年 准备总统要改选的时候 就抛出了这个协议 抛出这个协议的 这个作为一个证件的时候 立法院去质询 当时的行政院长吴敦毅 问他说 如果要签这个协议 你要以什么样的架构来签 是两个国家来签 还是什么样的架构 吴敦毅就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依据宪法 我们是用一国两区的架构下来 来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他们讲出这个话以后 民调马上狂跌了好几% 所以马上不敢讲这个事情 但他从2011年事实上提出过 一直到现在为止 其实马政府 中国共产党 念之在之的 希望能够在2016年之前 去推动完成这个政治谈判的议程 中共可能更急 他们一直在步步的禁逼台湾去 上这个谈判桌 他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事实上就是在2016年 去跟你签订这个所谓两岸的和平协议 表面上 和平协议是干什么 和平协议往往是两个在交战当中的国家 要停火 要停战 所以我跟你签订一个这样的协议 然后表示说我们现在很和平 可是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说 台湾跟中国 现在 有在打仗吗 有吗 我们已经停火60年了 在这个时候底下 你去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的意思 也就是在告诉这个国际社会说 过去这60年 我们不是两个国家的关系 我们是国共之间的内战 现在我们签订这个两岸和平协议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共同停止了内战 可是内战的意思是什么 内战的意思 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中央政府 跟叛乱团体 或两个交战团体之间的关系 而当然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所以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事实上就完成了 马云九 习近平 他们想象的这个 超稳定的一个中国的架构 认真去看这个东西不是空穴来风的 如果各位有去看到相关的讯息的话 你会发现在三月的这波运动以来 这个三月的这波运动 其实我们认为它最大的成就 你去看它事实上实际的成就 它的诉求 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并没有在立法院当时通过 到现在为止都要来躺在立法院 福茂协议也没有逼到它去重启谈判 可是这个运动至少当时一个最大的成就 在于说它拖延了国共之间 去做进一步政治谈判的议程 你的确也拖延了中共的对台的政策的策略 他们调整他们的相关的策略 可是三月结束以后 你看到在四月的底 四月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讯息 那个有趣的讯息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报 中华共产党的党报 光明报 在四月底的时候特别刊出了一篇文章 那个文章叫做学习 习近平主席与连战的共同的谈话的内容 那个内容是二月的时候 连战又跑去跟习近平见面 那时候他们有一个谈话 那个谈话里面 习近平告诉大家说 和平统一有三个阶段 我们大概进行到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经济的 就是整密的整合 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第三个阶段 就是两边的首长 去坐下来 开始来谈相关的协议的签订 去促进和平统一的 最后的政治终局谈判 这是在四月底的时候 他们看出来的一个这样的文章 中华共产党去看什么样的文章 透过党报看什么文章 他们的新闻媒体 不是真的新闻媒体 他事实上就在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宣示他的政治的立场 跟他当时的政治的定调 这样的政治的定调 发生在三月的运动结束以后 他们重整脚步之后 做出来的宣示就是 我没有要停止这个脚步 我要推动这样的政治的谈判 在张志军来台湾前两个礼拜 马英九也非常巧地 接受财讯杂志的专访 他告诉财讯杂志说 所谓的马锡惠 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去达成 所谓在一个九二共识 而九二共识的内涵 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在这个架构底下 去创建一个两岸的超稳定关系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这故事告诉我们 马英九跟习近平 现在正在稳定交往中 他们在进行的状况 就是持续的在进行这种 政治的谈判的推展 那个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之前 快的话 他们当然会希望在2016年的总统换届之前 去达成这个终局的谈判 事实上这也是张志军 他强硬的要在这个时间点 来到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去为这样的政治谈判 去铺垫条件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 两岸的政治的发展局势 这一套东西跟公投有什么关系 回到这个问题里面 其实它就跟公投 是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服贸协议的签订过程里面也好 我们无法去信任 行政的这些主管机关 因为他们整个谈判的内容 直到通过之前 完全的黑箱 你根本不知道他谈判了什么东西 我们也无法信任国会的体制 因为我们看到了服贸协议的通过 竟然是靠内政委员会的招委 张庆忠30秒的审议的过程 让服贸协议通过 我们无法信任行政方 无法信任立法权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办法 去对他们即将可能进行的政治谈判 去表达我们的意见 那个办法 剩下最后一个最坚实有效 却也最困难的途径 那个途径 就是直接民主的落实 那个途径 就是公民投票 我们必须要在他提出两岸和平协议 这一种最终的政治谈判的 诉求之前 去提出我们的公投 去明确的反对这样的东西 如果各位认为 维持台湾国家的主权 是一个重要的目的的话 这是我们最坚实的 最后的防御的手段 马英九说 两岸的和平 是最好的国防 可是我们当然都看到了 在张志军来台湾的期间 我们已经看见一个事情 就是他口中的 所谓两岸和平的内行 就是踢爆你的门 打爆你的头 抓住你的记者 封住你的嘴 用台湾 用暴力来对待台湾人的方式 来换取他所谓的虚假的 去为这些中共跟台湾之间的高官 这些商人服务的 所谓的和平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王章会过后 如果我们要记取什么教训的话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认知到 两岸和平 就是一句脏话 我们来试一次 好不好 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 这是一个范例 我来一遍 马英九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真的很 两岸和平 胡志强 你 两岸和平 好 我们一定要让两岸和平这个词 尤其是马英九跟国共之间推广 两岸和平是这种词 非常清楚让你身边的人知道 这是一个谎言 它是一句脏话 我们要脸书上面每天骂人的时候 我们不能这样干或是怎么样 你要自动把它当成两岸和平 当然 我来问你的时候 就跟他解释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战 我们必须让民众认知到这个事情 否则 马英九当他们 非常直接的那种 做法跟目标 就会告诉你说 两岸和平好像听起来很美好的事情 没有人不爱好和平 问题是那个和平是怎么样的和平 如果在和平的表象底下 却是一个中国的强权 去逼迫台湾接受很多 我们不希望接受的东西 但这显然是一个假的和平 是一个表面的和平 所以我们推荐马英九多去听陈启臻的歌 但 对 所以 我们现在在进行这个运动 公投法的修正 它并不是一个突然有一天 没有事情做 来推动的运动 它牵涉到我们对民主最直接的 这种理念的实践 也牵涉到这个时间点上面 台湾在2016年的这个大线之前 我们必须锻造好一个属于我们 很真实的武器 来面对 接下来可能面对的很严峻的挑战 这是我在这个地方 主要想跟各位分享的东西 好 谢谢大家